本周末真的非常有誠意把單車房收拾起來 成功騰出了很多空間 在收拾的過程中找到兩件很神奇的東西 一個是鑽石牌單車內輪廣州第一橡膠廠 地址是廣州市昌江西路7號 所以我知道為何昌江路有個地方叫橡膠生村 因為以前是第一橡膠廠所在地 另外還有一個很古老的腳踏 一隻而已,找不到另一隻 我懷疑當年我爸爸的單車壞了其中一隻腳踏 然後他買了一對新的腳踏 把新的腳踏裝上去 而另一隻沒有壞的腳踏 他就一直放在這裏 直到可能真的有20年後的今天 不小心被我找到這兩樣東西出來 腳踏其實沒有太特別的,很重手 這些位置是橡膠 當然還有一些反光條,兩邊都有 中間那一條就是一個軸繩 另外那兩條膠其實就是用一條很長的螺絲 由這一邊一直穿過去,另外這一邊就用一個螺帽 鎖死它 結構都非常之簡單 現在真的很少看到這種腳踏 我們等一會和大家開箱 看看這個鑽石牌,單車內泰,廣州生產的內梯 到底是怎樣的 好,那我們來開箱一下鑽石牌,單車內泰,廣州第一橡膠廠 當年廣州市昌江路那邊,拐不知叫橡膠新村 月內就是第一橡膠廠 我們看看電話號碼,這邊清楚一點 8,4,3,2,3,7,4,5,8位數 證明了一件事,就是1996年廣州升8位之後生產 即是說這條胎還未夠30年 這條胎很過癮,這裡有一些小技巧 包括,內梯存放時不能長時間受壓 堆疊時,每行不要超過10條 即是不要放太多 另外,放置內梯的地方 不可以有陽光直射,避免內梯變質 現在這條變質了,因為放了很多年 另外,內梯不可接觸腐蝕性化學藥品或油類 包括汽油及石油,機油等 防止內梯變質,都是怕它有化學反應 另外,裝車存放時,內梯要充以部分氣壓 並緣起車架,這些都是小技巧 另外,這邊也有個使用說明,也是小技巧 內梯裝車前檢查時,充氣直徑不得超過30mm 避免局部變形張大 還有,裝胎前檢查車 捲車條,端部不可突出 即是我們所說的腹條,不要打出來 以免刺穿內梯 最好用肺內梯或繁布帶來隔電 即是我們所說的,加一條胎電 另外,裝內梯時,不得有扭碟現象 不得有扭碟現象 即是這條胎不要扭轉再扭轉 要平順地裝進去 裝進去,要預充一次氣 充完氣之後再放氣 再充氣 使用內梯自然舒展,防止夾爆 這些都是挺有用的技巧 使用標準充氣 即是不可以充氣過多或不足 有時大家以為充得太脹才會爆胎 其實不是的 充不夠氣一樣都容易爆胎 另外,車輛停放時 應該放置在陰涼處 這個其實很難做得到 你平時通勤的話 有地方停也算是這樣的 好了,我們現在打開這條胎看看 這條胎還是30年前 接近30年前 這條胎是新的包裝 但這條胎已經粉化了 即是變成質 這條胎也應該沒有寫生產日期 這條胎應該沒有寫生產日期 但有些... 即是它的氣壓寫多少 是吧 這些我看不明白 Diamond Brand 鑽石牌 26x1 又是3% 還有沒有標識 Made in China 鑽石商標 這個質檢圓的號碼 25 這個氣嘴應該不太多 這隻我們稱之為鷹嘴 已經淘汰了 現在很少充氣的氣嘴是用鷹嘴的 現在基本上要用法咀 我有一條在這裡 拿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法咀 我覺得法咀跟鷹嘴的結構有點類似 這條是法咀 這條是鷹嘴 其實它也有一個獨特之處 就是上面還有一個 旋轉的東西 可以轉轉轉轉轉轉 但法咀這條是無法移動的 法咀具體結構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但鷹嘴 我以前是有用過的 其實它是內部的結構 這條是有一截可以拔出來的 但這個不知道是否因為 裡面還有一條膠管 黏住了 我用手是拔不出來的 我試試用膠鉗拔不可以拔出來 用膠鉗來試試 如果拔出來 裡面的膠管 應該都老化到 熔熔爛爛爛的 哇! 黏住了 完全拔不出來 行了 大家看看 這條膠管 哇!已經老化到 硬了 這條膠管已經粉了 它是一條生膠的 很幼的膠管 我們以前稱它為 雞腸 或者叫做雞腸仔 以前這種鷹嘴 它的漏氣 不一定是車輪穿了 有可能是雞腸 這個膠管 也不會浪漏氣 之後會浪漏氣 所以不會蠻這麼嚴重 基本上有些 稍微小小地熔爛爛爛 已經是老化的職状 就會浪氣 vontade已經抓不出氣 所以結構就是這個 就是有一條雞腸 大家打氣的時候 就通過氣壓 就在雞腸上撐開 然後把氣打入車輪 然後 它就沒辦法反向地流出來 好 這個就是 一條接近30年的車輪 廣州鑽石牌 大家的開箱先安裝 我覺得都挺過癮的 還有一個就是尾咀 下尾咀大家平常用的車輪的氣咀 基本上都是尾咀 好了 我們今期 這個鑽石牌單車內輪開箱 跟大家聊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